第二步呢是到东南亚的婆罗州上面 婆罗州就是现在这个加里曼丹岛 加里曼丹岛就婆罗文州那块 它里的那个蛇呢叫网文蟒 就那里边反映的那种大蛇叫网文蟒 那属于蟒蛇 为什么网文蟒呢 它身上有蟒状的那种黑纹啊花纹 那么这个网文蟒呢 我们看它有好多的习性呢 就是狂蟒之在第二步里反映的 你比方说这个蟒蛇平常啊 大嘛一个蛇占据了个一块地盘 互相之间别的这个网文蟒呢 是不可能闯入到你的地盘里边来 只有一个蛇里边就交配的时候 十几只蟒蛇团成一个团 我们看狂蟒蛇在第二步里边 不就是反映的那些蟒蛇在深谷里交配吗 哎那画面看着有点让人家 所以说第一步是这个南美的水染 第二步呢是东南亚一带的网文蟒 哎这么两类蛇 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看了就是有关蛇呀 这个大蟒蛇狂蟒吗 它攻击人这些 这个也确实是现实当中蟒蛇的一种捕食方式 蟒蛇的捕食呢 它跟许多动物不一样 它属于那种潜在着潜伏着潜伏着 突然就你下了 barnentin barn speeds barn parn 所以我们看到狂猛之灾里边反应的 经常是在水里头啊 比方这人一堆人往前走 走着走着后边一人就没了 那么网蛇在袭击 当然这袭击人类说不多啊 主要说袭击各种动物 也采用这种方式 狼吃羊冷不防 突然间来这一下子 你看狂猛之灾里经常有这个镜头 这个人到了一个开阔水域了 突然间觉得四外边不对劲 你感觉好像什么地方动了一下 什么地方有什么潜伏着 有水流甚至船底下当当响 而且网蛇捕猎呢 给人感觉这么神秘 经常还在晚上 所以你觉得更吓人 有人说那晚上捕猎是不是得眼神好 错了 蛇的视力非常差 他能看见表面上看见一个人 只是模模糊糊一个轮廓 那么蛇靠什么捕猎 他眼神不行 但是他对热量的感知特别敏感 他在他纯屋锅那儿啊 有一个红外线探测遗水的感知器 他能分辨什么三四米以内 千分之一度左右的温度变化 他都知道 你想我们知道这个人呢 比方说走在外 你被衣服遮住的这个地方 他散发热量就少 可是脸部裸露在外头 散发热量就多 蛇往往就能感知到 你这种热量的微妙变化 进行补食 所以他晚间的时候 他也能补食 你看典型的 咱们这狂马之灾里头有不少啊 就是从蛇的眼睛里 假设啊 这是用蛇的眼睛 看待这个世界是什么样 往往一个人的轮廓 往往脸呢 是红的 就我们说红外线探测吗 经常是脸那一块 热量比较集中 所以这个呢 一点不影响 蛇的不练 那我们看这蛇呢 比方说把这个动物给逮住了 给抓住了 其实那种大蟒 绝不仅仅是说普通的动物 像这个里边表现的 能把一个豹给缠住 给咬死 别说这个 河里头更大的动物 像鳄鱼 河蟒 那种南美水染的 都能轻而一举的给你嚼死 它用什么样的方式呢 一般毒蛇 比方说攻击动物 经常是注射毒液 然后一会儿你这个 动物不动了 它再吞你 蟒蛇不是 蟒蛇把你缠住 就是用这种角力 一点点给你勒紧 每一次勒紧就像什么 就好像一个大车 高速 像你撞了一样 但那个撞就撞一下 这个可倒好 连缠带勒的呢 不定多少下 所以呢 好多动物呢 都是由于被蟒蛇呀 缠的呢 内脏受损出血 或者筋骨断裂 最后死亡 死了之后呢 这蟒蛇干嘛 这蟒蛇干嘛 要把你吞下去 蟒的这个消化功能 是非常强的 经常把动物呢 连这个肉带骨头 吞下去之后 没几天都消化干净了 而且这蟒呢 它能够打开这个口腔 能吞进 比它身体这粗细啊 还粗出两倍左右的东西 the snake rising up opening its mouth almost 180 degrees revealing a mouthful of teeth and another hidden feature of giant snakes this lower jaw is actually two separate parts no chin this ingenious design means these serpents can spread their jaws wider than their skull when swallowing prey you can see these two jaw bones moving independently there's an elastic ligament between the two jaws and they can use that ligament to be able to stretch the jaws apart but there must be a maximum stretch 当然只有一种意外 就这个蟒 吞掉东西之后啊 它会躲在一个地方 一点点消化 而且它消化东西的时候呢 它最脆弱 如果这个时候 遭到动物的攻击 或者人的攻击 它就会把马上 把吃的东西再吐出来 为什么呢 它吐出来以后 它才恢复了反应 恢复了攻击力量 所以你看那个狂蟒之灾里边 它不把那坏蛋 给吞肚子去了吗 结果是一有人攻击它 它把它又整个吐出来了 但是有一点 凡是蟒说吞进东西 它才吐出来 它不会再吃这个东西 它肯定去另找新的东西 就跟那好蟒不吃回头走 老虎不吃回头食 一个道理 这是 这凶猛的动物啊 也有属于它自己的个性 那你看我们刚才说 这个跟狂蟒之灾里边拍到的 无论是这个南美水染 还是这个亚洲的这个网文蟒 应该说都是非常令人恐惧的动物 就是人单个人的力量 恐怕很难制服这蟒蛇 可是怪就怪在这儿呢 世界上呢 还单就有这么一种人 专门靠抓这种蟒为生 把它的肉吃了 然后把它皮呢 做成衣服什么之类的 我们现在看世界上 也有不少那个 流通那个蛇皮的包什么的 非常漂亮 那个大多数都是网文蟒的皮 所以你看 这个世间万物啊 一物相一物 你有你厉害的地方 也必然是有一种东西能控制你 当然 那蟒蛇真要强大的狂蟒之灾里那种程度 那恐怕咱谁都收拾不住了 那真是天生的杀人机器 那么蟒蛇在中国 没有说在东南亚和亚马逊流域那么大 一般阎蟒啊 什么这个这个这个金钱蟒啊 比较常见的 也就是大的也就两三米 而且中国这个蟒蛇呢 有有个特点 一般来说性格比较温顺 不像我们想当中蟒蛇那么暴躁 那么好攻击人类 蟒见着人都躲着 而且中国的蟒蛇 你像阎蟒 咱们国家一类保护动物 一般都躲着人 见着有人来 他躲得远远 他害怕人 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呢 蟒也不是什么邪恶的象征 因为我不看龙的形象 最早就是根据蟒蛇来的 只不过呢 很早的蟒蛇 不是从蜥蜴进化过来的吗 蟒蛇有后肢 有什么脊爪什么的 在这个形象基础上 加上脚啊 加上什么鱼鳞呢 就成了龙的形象 所以这个蟒 往往在自然界里呢 成了仅次于龙的动物 比较典型的 你不看咱们这个 有的戏剧里说吗 说是凤冠侠胚 这是娘娘 龙袍加身 这皇上 大臣叫什么 蟒袍玉带 就在袍子上 绣很多大蟒蛇 蟒比龙不差一击吗 那那龙是皇上 蟒是大臣呢 说你这是蟒袍玉带 加身的什么 得作高官了 所以这个蟒呢 在官场上来讲 在中国过去呢 还算是个比较吉祥的东西 那么现代中国这个蟒蛇呢 很有意思 包括印度缅甸一带 有蟒蛇都是如此 很多蟒蛇成了宠物了 就是把这个蟒蛇 抓回之后呢 通过训养 这蟒在家能干嘛 还能帮你看小孩 家里要有蟒蛇了 别的蛇轻易不敢来了 别的狼虫虎豹也不大敢 沾你屋了 所以有时候蟒呢 还能看家护院 而且蟒蛇呢 你养它成本很低 说那么大东西 它得吃多少 一个月它就吃一回东西 一回等一个月 它平常总盘着不动 消耗也少 比你养什么大型的动物 比方你养个丧豪 吃的钱就老了 所以你看呢 蟒蛇在现实当中 很多时候成了宠物了 没有狂蟒之灾那么可怕 狂蟒之灾里边呢 那是利用人对这种蛇的畏惧心理啊 在制造电影的一些卖点